臺灣的士兵都是海 魚港是很多燕花基民 衛生的重要中飾 為你的基隆 河冰島南冰的徵兵魚港 是日本時代 重要的萬用魚鴨的基地 不過在魚巡的燈索 慢慢增加之後 魚港也都在漏漏漏車 全行作觀光店 在四十歲那年 全換到人生跑道的紅棕棋 因為熱愛魚村 選擇到雞人作為 會贊成人生的氣泡店 他在鄭兵魚港 蔡宏廚的附近開一間餐廳 讓料理經驗豐富的在地魚村媽媽 有機會來展現到主持的工夫 另外保禄客 魚村土壤的任務 也讓老魚村充滿到精采的工店 古社區如何驚出到傳統的印象 再做的理念如何來留室 把老年人跟青年人勇作為共同來創業 有可能實現 頭過兒子我們作為來看 我為什麼要留在這邊 我看到的就是他在底部準備要翻養的機會 那像這個是純季啊 這個是馬頭魚 這個有的他 你看這個魚溝還在 看得到嗎 這個還沒有 這是傳掉的證據 魚的水又有魚到我 這是新生的項目 一個人出席的紅燒風 像歐著寶真年歡喜 趕快還會分享 你看像這個魚眼鏡 都這樣子很透明 然後很清亮 然後這個魚塞 有的很紅潤這樣子 如果是不夠新鮮的話 它這個金金的這個會掉 然後你洗的時候 它就好像會有粉狀 你看我這樣子摸它 它也都沒有掉粉的感覺 除了經飼養的蝦蝦 當時附近年補足好料 喜歡用蝦蝦吃貝的生意 小錢是這個 小錢 這是我們八朵子的小錢 現在剛正在抓 這個是幾速冷凍嗎 它是在船上就幾速冷凍嗎 這個是在船上就幾速冷凍 這個人的小工是很厲害 但我聽出來 它有肥膩的鳥 在船上的表面 鳥鳥熊 所以人家說的魚的好話 貓知道 因為牠不好的難度 它不知道 但我那一碗就不知道 好 好 你自己拿 有生薑 有生薑 來 生薑 來 生薑 那一碗給你 謝謝 好 我們這邊的人情味就是 買菜會送這樣 傳統市場就是這樣 對 傳統市場就是這樣 菜被玩,翁蝦蝦回到前面市場 對面西紅屋 留宿街區的小店都很棒 今天一年過一月 跟著婆婆們一起吃飯 媽媽 嗨 我來了 謝謝 今天要麻煩你 好 沒關係 丹正渡街的中午 上廚香出一口 人生火鍋 師傅料理沒有肯定太大 料理的最好 最重要就是 丁現食材餐廳 不夠工的煎、煮、炒、餐 也是可以豐盛出 就這樣給牠用一下雙色 就欣欣相應 當初在組裝的時候 那我們牙方媽媽她就很有創意 她就覺得說 其實不單單是一顆紅色的心 或白色的心 就要讓牠兩顆心黏在一起 欣欣相應 這樣應該還不錯 然後她做了之後 很多客人其實第一來 就是來都一定會先派我們的菜牌 雞蝦媽媽 其實是煮雞蝦 吃到肚子煮不記得 記得心裡要咬不去 你今天有買到雞蝦嗎 有耶 對啊 那個是我們基隆的特產 所以一定要讓牠們可以吃得到 這個魚腳比較特別的是 牠的那個 這個腳皮 是用鰻魚漿下去打熱的 所以牠吃起來的時候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軟爛 然後那個口感就是比較有嚼勁 秋冬透漢的柱古拉 用麻糬魚漿製造裡面的魚鴨 都是早年嫁人人 為了處理太多 因為對魚餌變化出來 傳統古早味 牠這是因為在船上圓船動 在船上就急速冷凍 所以牠的鮮度非常好 你看牠即使是冷凍過後 你看牠這個眼睛還都是很雪亮的 對 然後牠的那個衣服 也都沒有脫皮的現象 這都是品質都很好的 其實我覺得食材新鮮 剛剛在講的就是在地 我們在地的海鮮 其實牠就是非常優質鮮美 那你只要透過很簡單的料理方式 就可以呈現 讓牠上吃海鮮 一盞湯頭青梯 專食精華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基隆火鍋店非常多 至於基隆人很喜歡吃鍋 那吃鍋的時候 其實那種也是一種氛圍 就是大家好像邊吃飯邊聊天 然後就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也很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其實媽媽他們來 就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就是說我們只要把我們的新鮮食材 那我們怎麼簡單做處理 其實也許你回去 你也可以料理出一道菜 跟家人一起分享 吵集魚餐媽媽在宿舍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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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燒 讓祝福媽媽 有第二次抽獗機會 我覺得中高齡 他們在二度就業這個市場 其實是會有一些門檻 甚至他也許 其實就像我一開始 我要做餐給客人的時候 我對自己真的是沒有什麼自信 因為我覺得我們平常 只是做飯做菜給家人吃 那別人不知道 能不能吃得慣我們的口味 所以其實一開始要做給客人吃 我都覺得我行嗎 我可以嗎 我的味道是大家可以接受嗎 所以其實自己也給自己很多問號 可是一旦一開始呈現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好像還不錯 我這邊兩個80克的乳酪蛋糕 由你堅持自信 喜春活化忍力 前後煮出出路菜翁少空 是喜春媽媽的固定本地 也參加機會目後推出食衣 我是今天母湯的服務生 叫我張祺就可以了 那從外面來很累 然後我們先喝一個紫蘇熱茶 然後讓你的心情先沉澱一下 尚小弟有我記得 當中喝了香腸 當中喝了香腸菜翁 就由老闆情先沉澱 其實這個東西大陸的時候 它是叫鎖管 鑰匙的鎖 管理的管 以前的鎖長得像這樣 鎖管用東南沿海把它台語 或是漳州泉州話 叫收更 收更 收更 修更 就開始這個音就變成了 我們台灣人常常在講 修更之後 那修更的中文是什麼 小卷 小卷就跑出來了 當中氣空 今天爸爸常常帶去釣魚 對魚鎖的文化感到很親切 40歲那一年 他放棄台北的金融夾間會 人生後補中 他算直接幾人創夾 基隆是一個港口城市 所以男生有很多就是從事漁業 或是港口場 所以在家的時間都不長 所以基隆是一個女力為主的城市 所以這些中高齡的女性朋友 除了她的家庭生活以外 她們都有很強的第二專場 甚至第三專場 所以當初我就跟小方在聊是說 我們怎麼樣來用一個平台的概念 讓這些中高齡的媽媽 已經沒有所謂的家庭後顧之憂之後 讓她們的專場可以得以展現 所以我們就在鎮冰魚港這個老宅 開始了這個概念的計劃 然後起床媽媽舞台 總結的參與機會還有一個道路 我們這邊有一個客人十分鐘後 想要聽你導覽 你可以嗎 OK 大家好 我是今天來帶大家導覽的 導覽員 員兵 那我這次帶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是基隆的漁業實際上很重要的建築 他是舊漁會大樓 那在日式實在又叫水餐館 設計這個東西 就是要所有的漁業的資訊 的一些服務都在這個地方 包括以前的漁師也在這裡 古漁會大樓就在日本時代 建築的商品漁港裡面 這也是基隆接受 很保存環境的日本色漁業建築 它就是像魚的大眼睛 對 它是整個建築就好像一個 跳上岸的一個大漁 不如看完畢 原本在台北做旁邊的工作 他當年故鄉基隆創夾 魚鷹均 這次不終於參與 建築的機會出國基隆 他一開始是鼓勵我創業 然後讓我用我的專業 去替他的店家做行銷 然後我寫文章 然後找部落客朋友 這是找影音 之後他看到說 我對金融越來越熟悉 越來越了解 他又鼓勵我說 你可以做一下導覽 然後甚至安排導覽活動 讓我去嘗試 好 我開始繼續往前走 就於是這兩邊會有一個房子 往這邊拉 來基隆不只是看漁港 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基隆是台灣本島 防空洞最多的城市 在世古人年建上 基隆記載有600多個防空洞 而這些防空洞 我們在港邊的山壁上 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 他們甚至用三部一小洞 五部一大洞來形容 但我們想要參觀這些防空洞 其實可以更近距離一點 像這裡是正濱漁港的店家 現在這扇門推開之後 別有洞天 嗨 圓咪 好了 這個防空洞躲在位置 在離島旅處的後方 那之所以會有這個防空洞 是因為正濱漁港 以前是山港跟漁港混合的地方 在日治時代會被美軍轟炸 所以這一個區域的防空洞 都會有一個防空洞 被在漁村裡面的畢竟 沒有人帶路很難找到 有些住宿後面的防空洞 是可以穿到海帶的 陷阱人生化關係很難的防空洞 這段連結 貴翁軍事戰爭的歷史 只要漁村的數房間欠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叫阿根那觀景台 這就是河北島的五分射隧道 這次是河北島的五分射隧道 這人不只會有魚鴿 又會控制中央飛車 五分射方向最近到達 正邊魚鴿 彩虹屋變成六列 那些花點觀光 真正先出世 趁著趁連沉倒入油 要重心吹冷氣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叫阿根那觀景台 他是在原住民文化會館的後方 製作於金融會有原住民文化會館 是因為以前漁業花展的時候 很多東部的阿美族 歡山月影來金融謀生 來當漁民 然後他們群聚在 現有的海濱國宅的區域 成了一個聚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附近的一些建築 就是跟原住民有相關 但是這個石板屋 金融的歷史畫是很豐富的 是值得被我寫出來 被導覽 被更多人看見 以前就是想說 我在台北 然後就是努力上班工作 然後升個職位 然後同學們想過 我會回來金融 然後去創業 去就是介紹自己的故鄉 地方創生的精神就是 鼓勵青年返鄉 所以等於說我們金融有非常多 有能力開展第二第三專長的老年人 可是他們畢竟年紀比較大了 還是需要有人協助他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有沒有辦法把去台北 新北上班的青年人 摳回來 或是外地的青年人 讓他們知道金融的好 來回來金融 或是來金融創業 比創業速度開始造成 前年起床媽媽出現少年了 仍然高興 鄉人鄉鄉鄉鄉人的環境 好地方看見 歡迎鄉山區 趕緊急救生 鄉人鄉鄉人鄉 鄉人鄉總統